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chapter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把我们所有电磁学里面所学过的东西 通通要拿出来用 那我们电磁学所学过的东西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那就是四个max way equation 那这四个max way equation 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高斯电磁 那高斯洛告诉我们的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被磁的部分 一个是被电的部分 那被电的部分的话呢 直接的你看到的是之前我们已经看到 如果你做一个closing surface 圈圈不可以少 那它呢是等于一小零分支 total的charge 这个是在surface里面 这个高星surface里面 所全部包围的charge的值 那后来呢 我们说在戒指里面的话 那我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面 因为你的total charge里面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原来的free charge 在这个电阶值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是 电阶值本身 它会polarization 所以它会induce charge 换句话说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整个关系式 用disperse这个vector 来表示 那它就等于是 这个q的free charge 第一个部分 在之前我们已经讲 就是1901加polarization的部分 这个是高时定理里面 那它所阐述的完全是 你的charge 跟电厂之间的关系 要怎么样的 关联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也是高slow 只不过上面的高时透是用在电上面 底下的高时透是对实的部分 那这个是呢 对电的部分 所以这两个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面 它实的部分的高s定理的话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他讲的是什么 嗯 今天是 11号 10的高是定理 嗯 b.ds 嗯 b.ds 等于0 那 Floss,这个其实就是一个Floss 这一项其实就是Magnetic Floss 这一项就是Electric Floss OK 那它等于0 那它等于0的意义是什么 22号 进去跟出来的什么 止痛量 相等 那代表什么意思 还有没有更 33号 好,没有止单集 对 进去跟出来的这个 止痛量相等的部分就是代表 你里面的Total Charge是等于0 那它是没有止单集存在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法拉第定理 那法拉第定理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说对一个封闭的回路来讲 现在是限积分哦 OK 那它呢 如果你把这个封闭的回路把它的电厂跟这个封闭回路把它还场 还的这个曲线积分的话 跟你这个封闭回路里面 跟你这个封闭回路里面 单位时通的时通量 是呈比例关系的 那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所对应的就是它的什么感应电动式 OK 换句话说 这个磁场所对应产变化或者是面积变化都没有关系 你所产生的磁通量 你所产生的磁通量在随着时间变化的时候 它会感应产生电动式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呢 换句话说 这个磁随着时间变化 过着面积在变化的时候 它会感应产生电厂 那这个就是磁变电的一个最主要的对应关系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安培定理 那安培定理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44号 来 磁场跟电流的关系 跟路径 OK 所以它讲的是什么 它讲的是磁场 OK 这也是一个路径 磁场跟着它的路径 你这个路径是一个封闭的路径 那这个磁场 对这个整个路径的积分 对整个封闭的路径的积分是等于多少呢 就是我们的μ0 i i 是内部 这个路径内部 所total的 这个conduction current 然后 我们在之前已经又讲了说 它可能有一个ID 那上面 我们说这个ID啊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 我们的electric flux 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换句话说 电场产生变化的时候 这个地方 它会感应产生磁场的部分 所以磁声电 电声磁就在这两个 这个 定理里面呈现出来了 那另外如果你有 你有在一个磁性物质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项呢 还要再加上 一个IC值 这IC呢 完全就是磁性物质 所对应 所产生的 IS不是IC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上一堂课已经知道了 这个如果在磁性物质里面的话 那我们直接把它写在上面好了 我们说 最后产生的结果 是H.DL 就等于IC OK 这是我们四个高氏定理 那四个高 Must-weight equation Total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这四个Must-weight equation 你在整个电磁波的运动里面 那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 我说 既然我现在是假的电磁波 那我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 这个电磁波 X Y Z 它基本上在空间里面的话 那电磁波 既然是波的话 那实际上 我就可以假设 我的电场 等于 EM的Sine 这S轴 KX Omega T 那我就可以在 S轴方向 画出我的电场 OK 它是Sine的方向 那它的方向呢 电场的方向呢 是Z 另外一个呢 是磁场 那磁场的部分呢 一样的 它还是等于 Sine的 KX 减Omega T 但是呢 磁场的部分 它呢 可以看到它是 倒在S轴 Y轴上面 OK 那基本上面的话 我如果画得更仔细一点的话 每一个 位置上面 这是我的电场的大小 OK 那这是我的磁场的大小 那换句话说 实际上我这里面 我的磁场是 Z的方向 FZ的方向 好 那你已经知道 你的电场 跟磁场的情况了 那换句话讲 每一个 电场的部分 对应的磁场 那电磁波是在往前行径的 那接着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 是 这个电磁波 它行径的速度 是等于多少 只是我们 接着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把 这个图呢 把它取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这是X轴 这是Z轴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 这是Z轴方向 就是它的磁场方向 电场方向啊 所以我就取一个 我的电场 密度 OK 这是我的电场 1 好 那我的磁场呢 就以这个位置来这样的话 那我的磁场是应该要往这个方向 那我的磁场 那没有问题 我就举这个例子 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来看 那换句话说 在过来的时候 磁场就要反方向 那同样的 再过来的话 磁场也要反方向 那 好 那你现在你看 这个位置的话 我就把这个位置里面的 某一个小部分 我把它拿来做探讨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电场我如果在一个回路积分 是跟我的磁通量的变化 产生关联性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 电磁波往前运动的时候 它的磁通量是越来越小 对不对 所以 你会发现 E.dL 是等于负的 d5b dt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 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 是哪一个方向 那这个 这个回路 所产生的感应电流 是哪个方向 12号 磁通量越来越小 感应电流 是哪个方向 磁通量越来越小 感应电流是哪个方向 它是什么方向 逆时针的方向 在这里会产生一个 逆时针的感应电流 所以 你知道它在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逆时针的感应电流 那你知道 逆时针的感应电流的话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看到 你的感应电流是这样子 原来的电场 我把它画出来 这两个位置 因为你有一个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电场 是E E double plump 你因为有一个感应电场 所以它会有一个D1的部分 但是这个感应电场 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上面 它是跟它同方向 D1是同方向 所以你加总起来的结果 你会发现 在这边 D D1加D1和这边的1 一加总起来以后变1 这边加总起来是1加Db的情况 应该没问题吧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 我们现在 我们要用 这个法阿滴定理的部分的话 就可以看到 E dot D L 我现在所取的 就是一个逆时针的回路 那我取逆时针的回路的话 会怎样 就是我的C 是一个逆时针回路 我就发现 我逆时针的回路 取下来的时候 我这一段 如果这个是L的话 所以我们会变成 E加上D1乘上L 然后 这边呢 DL跟E的方向相反 所以变成E乘上L 那这两端的部分的话 因为它距离很近的情况之下 而且 这个 E跟DL 这个 E跟DL的方向呢 是垂直 所以我们就不管 它加总起来 你就变成剩下D1乘上L D1乘上L的部分的话呢 是等于负的D5BDT 好 那你既然已经知道 D1乘上L是负的D5BDT 我现在先算一下 5B到底是多少 5BDT 5B就是等于这里面的 10坦 乘上什么 DX 非常小的一段 然后 然后 在乘上L 我把L写在前面 OK 你们这个L会不会跟这个L 就是H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第一 负的D5BDT的结果 就变成负的BX 因为我们知道 时长随着时间在改变 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 那这里呢 H底1 就等于负的DXH 那在这里 有一个东西是你要很小心的 在这里面的部分 我们锁定的 它T是Constant 而这个呢 它是位置是Constant 因为我们说在这个位置上面 它的磁通 所以你看到对时间底T的话 DX是没有变的 那换句话说 实际上的D1啊 E其实是什么 E实际上 是X跟T的函数 D也是X跟T的函数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 你对底E 它是位置不同 而产生的这个变化 换句话说 是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因为位置不同 而产生的变化 所以在这里 T是Constant 你变化维分的部分 是对X在做维分 在这里呢 是 位置是固定的 因为你的5D位置是固定的 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里面的磁通量 在这个位置里面的磁通量 所以你只是对T在做维分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更准确的写这个关系的时候 你不能写你不能写DV底T 而是写Rong V Rong T 因为它是XT的函数 现在X是固定的 现在X是固定的 反过来在这里也一样 这边你是对X为分 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 它是Rong E的Rong X 它是XT T是固定的 比X把它翻过来 那就等于负的H 把HH消掉了 所以我们马上我们看到了 这整个关系式啊 变得很单纯哦 第一个关系式 你就知道了 电场随着位置的变化 等于负的磁场 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你把它带进来 这是对X为分 这边是对T为分 放进来以后的话呢 对X为分的部分 那就变成是 多了一个 K跑出来 1N cos ks-Omega T sine变cos 然后等于负的 VN 对T为分 对T为分 变负Omega跑出来的 cos ks-Omega T 所以你进一步 你看到了一个结果 cos cos 随着时间 随着位置的变化 你都把它消掉了以后 我们看到电场的最大值 跟磁场的最大值 其实是什么 它有关联性的 EN除以VN 就等于 Omega 除以K 这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电场的最大值 跟磁场的最大值 它不是随随便便的 它是 它有对应的关系 跟它的脚频率 跟它的weave length 那这个Omega 是等2πF 在我们波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了 K的部分呢 是等于 2π of lambda OK 这是第一个部分 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 接着我们要再看 另外一块 一样的 我们以磁场的观点来看 我们说 Y轴 磁场是在 SY平面上面 OK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看到 同样这个位置 上面 它的磁场 它会随着 位置 在改变 那在这个位置上的磁场 是这样子的话 那电场的方向呢 是Z轴方向 所以 SYZ Z轴方向的话 这是 你的电场 那 跟刚刚我们的做法 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 我们取一个回路 这个回路呢 在这个回路里面 那我们现在 我们刚刚已经用了 法拉币定理了 我们现在要用安培定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上面 因为你没有IC 你并没有IC 但是你的电场 随着时间在改变 所以 它会感应产生磁场的部分 让它感应产生了磁场 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 这电子波是在往前走啊 OK 所以 在这个位置上面 在这个位置上面 的D5 DT 它是小于 那句话说 它是小于云的部分的话 你看到 安培回路地理 告诉你的话 D5 DT 那 所对应产生的磁场的部分 那 这个时候的磁场 产生的磁场的方向 是哪个方向 这边产生的磁场的方向 是哪个方向 顺时针还逆时针 好 顺时针还逆时针 有没有问题 在这里 产生的磁场 它是不是产生了一个 顺时针的磁场 所以 这个磁场 对应产生的磁场 你现在产生的磁场 的方向 OK 那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 本来 这两个 这一个方向 你产生 我们说 它V加上DV 然后这边呢 V 加上DV 这个D呢 就是你 顺时针手 产生的磁场 结果 合成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Total的合成结果 实际上是 这边比较大 这边呢 变小了 所以我们把 左边的部分 叫B号 那这边就是V加 OK 所以 你现在 你取一个 回路 这个回路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DV VDT 那我们 取这个回路 告诉你 安培定理 告诉你的 V.DL 是等于 μ0 H0 DV DT 那我们看看 左边的回路的部分的话 就是 V.DL的情况 对这个回路来讲的话 我们说 我还是用一个 逆时针的回路来看 我这个回路 这样子的回路 那 我可以看到 左边的部分 DL 是跟它相反的 所以 这回路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 负的 V V 加 DV 乘上H 然后 右边的部分 是V H 所以我们减出来的话 是负的 H 乘上DV 那右边的部分 你现在就要把 YV Y1 把它计算出来 Y1 计算出来 其实跟这边 我们在算的情况 是一样的 我们把那里的电场 E 乘上DX 乘上H 所以我们看到了 我们说 我们说 μ0 1 1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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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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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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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现在你看一下 我们一样的我们看到EM 除以VM的部分 它等于多少 μ0,1,0 然后ω 分之K 这是第二个 得到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 应该要跟这个结果 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你发现 我们从高氏电磊 从安培电磊跟法拉帝电磊 都可以得出这个电磁波 第一个部分我们得出来是 它的电场比磁场 是Omega除以K 第二个呢 我们得出来的是K分之μ0,1,0 然后除以Omega 那你现在你马上可以看到 Omega除以K的结果 挂号的平方就等μ0 那μ0,1,0分之1是等于多少 μ0,1,0,0分之1 实际上就是等 换句话说 Omega除以K 其实上就是等于C C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电磁波的速度 也就是 也就是 根号μ0,1,0 所以 从这里面 非常清楚的 已经推导出来 我们的这个电磁场 在空间里面完全是真空的状况 它的速度是光速C OK 有没有问题 我们花了一个钟头 推倒了电磁学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电磁波所传递的速度 就是光速C 没有问题 OK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稍微休息一下好了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定理 最重要的理论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话 才有近代物理的产生 好